付出这么多能够得到患者的这样一个评价和认可 我感觉一切都是值得的 镜头前的人名叫陈海震 3月16号随内地远港医疗队抵达香港 身为广东省中医院重症医学科主管护士的他 抵港后的主要工作 就是在亚洲国际博览馆社区治疗设施护理新冠轻症患者 除了日常换药提供生活上的协助 陈海震还会通过中医的情治疗法提供心理上的疏导 中医方面说就是一个情治这一块 每个人都有一个正常的七情 新冠肺炎患者主要表现为恐惊悲 因为他从一个陌生的环境 一个熟悉的环境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自己又感染了这个新冠肺炎 有些患者可能病情还相对重一点 他们的心理压力可能就会比较大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和患者一个主动的沟通 然后来梳理他们心里的这种压力 这种焦虑 让他们放松下来 更能配合的一个治疗 陈海震表示 中医的情治疗法在护理新冠患者起到积极的作用 他表示 起初有一位情绪激动的奶奶 便是在情治疗法后愿意配合新冠肺炎的治疗 其实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 一个老奶奶 她一百零几岁了 那次我接班之后呢 就说那个阿婆啊 她一直就是一直哭 一直哭闹着要回家 接班之后呢 我就我就给她 她问一句 我就回答她一句 这样 冲回来冲回去 就那几个问题 那几句话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 就不怎么哭了 就是大概 那个班上 在窗边陪她 一个多小时 这样一个时间 慢慢的从 不哭到安静到睡着 这样一个过程 与陈海震同样来自广东省中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郑丹文 是内地远港医疗队先前队队员 中医医疗组组长 他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 也对中医药帮助到香港患者感到欣慰 那么亚伯馆里面所有的都是很多是老年人 他技术必须很多 即使奥米克隆 他并不是说这个重症率很高 但里面的各个都是我们叫重症高位人群 他们是很容易发展为重症的 那么中医药在这块的话呢 对病人的早期干预 能够阻断他往重症恶化 那么他不会发生为重症 那么就可以减少这些老年人的死亡率 郑丹文还表示 在亚洲国际博览馆社区治疗设施 约有70%患者接受了中医药治疗 内地与香港的医护人员也有很好的合作 各自发挥所长 提高中药的使用率 在我们来之前的话 大概亚博馆里面可能只有大概3%的病人 能够接受中医的治疗 我们来这边之后的话呢 就是跟香港的这边的医生团队一起 在推动中药在这些病人里面的使用 可能到目前为止的话 大概可能现在住院的病人 能达到将近70%的病人 能接受中医的治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